歡迎大家收看3.22P2小教室的第二集 那今天這一集呢就是我們的這個 毒抽血的Endgame影片 那目前呢我們這次已經打完了所有的Uber Boss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也會有除了打一張普通的圖以外呢 我們也會包含一個我們打Uber藍王的片段 給大家看到我們最後Endgame的傷害有多少 那今天的影片呢主要就是會提到就是跟上一支 入門的影片之後呢我們做了哪些的改動跟後期 你可以做哪些細節的調整可以讓你在打圖上面更輕鬆更方便一點點 好不好 那我們最後呢這個 我一開始呢是想說我可不可以用抽血一部抽到底 但是我發現這個抽血的傷害呢畢竟在打Uber的時候呢 還是有點極限的而且確實 打到後面你的傷害 頂多就到兩千萬左右是上不上去的你要打Uber的話你抽起來 還是有點累的 那我也是用 用抽血 抽死了兩支Uber Boss 我沒有打贏世界跟 世界跟藍王 那紅王跟賽勒斯的部分呢 只存用抽血的話我覺得 傷害有點遇到瓶頸 所以呢最後呢我們是決定在打那兩支王的時候呢 我換了一個刀羽的配置 那確實 傷害是 相當相當的不得了 好不好我們等一下在 後面我們圖打完之後呢我們來看藍王 Uber的影片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很誇張的傷害好不好 那我們打圖的話呢我們就是直接一件衣服換上去啦 畢竟現在六連很便宜 我們就是有串了一套 這個抽血串好不好 那打圖的話呢基本上跟之前一樣啦 就是 抽血是一個 真的我覺得 非常非常適合打圖的技能 這個打圖起來 真的是很快樂啊 我們這個隨便噴一下整個畫面就死光光了 啊我沒有解冰環 所以這個冰環地面 對我來說 好像有點辛苦啊 沒事 應該不是什麼大問題好不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這個 打圖上面是真的很輕鬆 因為畢竟抽血這個技能呢本身帶我們這個 挖粉就不打了 上一次有打過了應該大家都知道這個打起來什麼感覺 我們趕快 趕快打到boss這邊不要讓影片太長 就是基本上抽血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適合打圖的技能 這個技能呢本身自帶 非常強的連鎖 然後再加上他的基礎傷害也高 然後配合中毒之後呢 搭配一些前期的 前期就能夠拿到非常便宜的裝備 例如說韓鋼啊 再加那個安塞手啊 劍毒啊也是非常便宜的傳奇 而且基本上完全可以讓你用到畢業的裝備 所以呢這個我覺得 非常適合做 真的很推薦 如果你是第四難民的話 這是一個我超級無敵推的一個冰環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打的這張圖呢已經是一個T16的Nutron 雖然說詞綴相對的比較簡單啦 但是我也打的算是蠻 蠻浪的 就是我都已經衝到怪群裡面了 然後我們的防禦面呢也是做得相當的不錯 我們在影片的後面呢也會提到 你該怎麼樣就是 提高你的 生存面然後可以讓你打圖更輕鬆一點 那我們這邊打起來呢你可以看到就算是 我覺得清圖的速度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那 剩下來的話就是生存方面的問題 等一下到BOSS 到BOSS呢我們把 我們把我們的刀羽換上去 其實你一般在打圖嘛 我自己在打的時候啊 我是懶著換的 我們先讓他轉一下 等等他好像要直接死了 對他直接死了 我好像不用讓他轉一下 我原本想說 就是操作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Nutron 結果 沒想到他就直接葛屁了 沒關係 好啦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打烏鬼狼狼的片段 好不好 OK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的人物的坦度是相當不錯的 而且回復能力也是非常不錯 你可以看到我在這個 我是基本上有辦法在他的藍圈裡面還可以自由活動的 所以不會像很多的這個 很多那種例如像我之前玩的燃燒劍啊什麼東西 就是被這種東西刮到可能就 漸漸的就要隔壁了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藍王 應該我記得這邊就要數了 對直接順利帶走 基本上戰鬥時間非常的短 我們的傷害是非常非常高的 整體的配置我覺得以CP值來講是非常高的 而且我的武器甚至都沒有換成加一加一的武器 所以整體的造價來說 我覺得以一個能通Uber的Build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合格而且CP值非常高的Build 那我們先從天賦開始 天賦的話呢基本上跟之前的配置完全一樣 天賦點上跟上一個 我們之前入門的那個版本呢 沒有什麼區別 應該唯一有差的就是我 因為等級變高了嘛 所以我們擠了一個巨型星團進來 那這個巨型星團非常的好奇 因為你用物理 用物理的花園C的話可以避出殘酷四點這一條 那這條剛好也是權重算是偏低的 所以你要骰出一個巨型的三值 我覺得算是相對的比較輕鬆一點的 那剩下的天賦你基本上就點的一樣 整個天賦你唯一非常需要注意的東西 就是你的中毒機率 那你在解決中毒機率的這個問題呢 就要發揮一點你的想像力跟你的口袋了 好不好 那這個呢解決中毒機率有非常多的方法 你的目標就是要撐到100% 這不是廢話嗎 畢竟我們是一個中毒View的 奧外刀魚咧 奧外刀 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的中毒機率呢 是超過了一點點 不過還好啦 因為超過一點點是因為 我的中毒有改過一個配置 所以呢他有一點點的溢出 但不過沒關係 基本上你只要能夠超過100% 一定要100% 那超過一點點我覺得是沒有關係的 那補齊這個中毒機率的方法有很多種 那我推薦幾個 我自己比較 我覺得還算蠻不錯的 有一個呢就是相義的苦痛之解 這個相義苦痛之解呢 會直接給你40%的中毒機率 它是最多最多中毒機率的一個來源 那剩下來的呢 其實就是天賦的部分 那如果你沒有相義的苦痛之解 或者是你覺得你的凋零機率上的不夠快 所以你的苦痛之解想要用毒株會上凋零的那一個 苦痛之解的話 你會掉20%的中毒機率 那你要從哪裡找到這20%呢 就是一個詛咒專精 就沒有問題了 第一個點 機率點燃冰洞感電 和中毒的被詛咒的敵人 直接加20% 那這樣你又可以補起你的機率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這個算是第二多的嘛 第三個算是比較客家一點 但是我覺得 很多人會有點忽略掉 但是其實也是非常不錯的點 就是一般的小珠寶 那我這邊就有一顆 非常非常不錯的一顆 那你可以看到一個小珠寶 是可以拿到5%左右的 所以如果你缺一點點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來源 你身上應該基本上 如果你有劇情薰少的話 會有1 2 3 4 會有4個洞 那這4個洞呢 你如果都找到中毒機率的話 基本上就20%了 不過你應該是不會缺這麼多啦 你的天賦如果 因為我這次等級很高 這是97了 如果你是差不多93等 94等左右的話 還算相對的 不算很高的等級的時候 這一圈會拔掉 這一圈拔掉的話 你這個點數會少10%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會多10%的原因 因為我本來是 沒有點這一圈的 所以我是剛剛好100% 那如果你有點這一圈的話 你就可以開始把 珠寶啊這些地方 慢慢的拔掉 那基本上 等級高了之後 你的中毒機率也就跟著 會一起上來了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 後期為了要讓打圖 變得更順暢一點 你是需要 免疫一些相對比較危險的元素的 那一般的解決方法呢 就是直接用海洋網 那因為這個view的整體來說 我覺得它最怕的就是物理的大傷 那就是 我們剛打藍王的時候 你看到觸手啊 那些東西的傷害 所以呢我還是 選擇了用怨影神 那怨影神呢會給我 還算相對不錯的 物理減傷 而且呢還有移動速度 這個對我 平常在炸粉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超級有幫助 那為了 不要用海洋網 所以我們必須要解決 會不會暈眩 以及會不會冰凍的問題 那我是怎麼解決呢 恨意識一罐必喝的藥水 對不對 那這邊呢你可以看到 它有持續時間內 因為30%機率 機率 30%機率 避免被冰凍以及避免被冰環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在被我們的藥劑效果放大之後呢 它會到接近60多%左右 因為我們的藥劑效果呢 有差不多 加100多%左右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 我在 我看一下喔 65% 所以30%會變65% 相當的多 那剩下的35%怎麼補呢 那就是我用傳奇 不是傳奇珠寶 我用這顆聖雲珠寶 找了一個40%機率 避免冰凍 冰環的話基本上還好 因為我們迴旋之爭 滑一滑就滑過去了 避免冰凍比較重要一點 那我就找了一顆 聖雲珠寶 可以補齊 剩下來的冰凍機率 那我也很推薦大家可以 最起碼有一個部位 找一個 避免冰凍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還有一個 我怎麼解決 暈眩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 另外一罐普通藥劑 找了一個41%機率避免暈眩 它會被我們的 藥劑效果放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的避免暈眩機率 其實是有到 115%的 我應該會到120 如果有煉金天才的話 會到120%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對暈眩也是免疫的 那剩下來的藥劑 其實就是看你喜歡用什麼 因為我比較娘一點嘛 所以我是洗了一罐 有閃P值的 那這個呢 一定要有一罐是施放速度 因為這施放速度被放大之後呢 效果對你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呢 基本上 我覺得藥劑到後期呢 這個算是一個 我覺得相對比較完美的配置 就是施放速度一罐 閃避一罐 避免暈眩一罐 然後一罐很易 解決所有的問題 那如果你不打算打 任何的Uber Boss的話 你可以不帶這罐洪水 你只要有一顆珠寶 能夠免疫腐化之血 你就可以不帶洪水了 那我自己呢 平常不帶洪水的時候呢 我是帶 這一瓶 就是我們的 加一千五百點閃避值的 普通的這個翠玉藥劑 那這一罐呢 會給我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防禦 我平常呢 會有兩萬七的閃避值 這一罐上去呢 喝一下 你可以看到可以到四萬億 會讓我拿到83%的遇期閃避值 以及呢 它還會加移動速度 那當然呢 如果你去 你害怕打圖的時候 例如說有 脆弱詛咒的地圖啊 元素妖害詛咒的地圖啊 或是特殊磁墜的地圖的話 你也可以拿這一罐藥劑 來做你的緩衝 就是 遇到的詛咒的地圖 你就放一罐 降低詛咒效果的藥水 那它在被 我們的藥劑效果放大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100% 然後你就是 基本上就等於 免疫詛咒了 那如果你遇到有感電的圖 你也可以放一罐有感電的 然後怎麼樣 你可以自己稍微做調整 這個我覺得就是看個人打圖的習慣了 好不好 那藥劑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這樣 那我們來講 裝備最後改動的部分 裝備的話呢 其實跟之前 完完全全一模一樣 唯一的一個差別就是 我買了一個 刀魚的龍牙 我甚至是沒有用抽血的龍牙 那我自己非常的 不推薦 買這個龍牙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龍牙畢竟 它是限定技能啦 是限定刀魚的 所以呢你的 抽血是吃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最理想的情況 你還是做一條 加一加一的項鍊 我覺得應該是 最好最好的情況 如果你做加一加一項鍊的話呢 你平常在打圖的時候 跟打王的時候 你只要衣服做調換就好了 因為其實它的連線 只有一個動色不一樣 所以你 換寶石的話 沒有這麼的方便 整件衣服換掉的話 是比較快的 畢竟現在也挺便宜的 然後 因為 99%的人 劍毒啊 都是拿來抽血 所以 挖到範圍寶石 加二的劍毒啊 超級便宜 所以呢我自己是 這一件呢 我就買了一個 呃 加二 我不知道加二 加二範圍寶石 剛好給盜魚用 那這樣的話 對我們打 Uber來說 我覺得也算是 非常有幫助的 那我們這邊盜魚等級 也到非常驚人的 Size 2點 有沒有 那我這邊 如果你換成加一加二的話 還會扣一點 不過也還好 因為超過30點之後 其實等級的效率就有一點點低減了 好不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條項鍊要換掉的呢 會有個問題就是 這條項鍊上面的 魔力保留是有15%的 當然這個15% 你是可以用精髓做到 帽子上面 或者是用帽子的 呃 紅鞍王子 所以可以用保留的那條 但是你會少一點點轉上 不過我倒覺得這個不是什麼 很大的問題 那武器的話呢 更好更好 當然就是你自己做 加一加一了 例如說 嗯 破裂全法術寶直升級的 或者是破裂混沌 直律傷害加成的 混沌 破裂 一般直律傷害加成 都算是不錯的 集體可以開始做 甚至是你用乾淨的開始做 最後再點一個401X 我覺得都OK 好不好 那我自己是 就是以剛才我們打籃王的影片 應該大家可以看出來 我們的傷害我覺得 寒鋼就夠了 真的要做加一加一 我覺得一把的成本 可能要到接近25到35D左右 有點overkill了 對我來說我覺得 一個人物不需要做到那麼厲害啦 因為我們還是要留一點經費 來做我們的 下一隻這個浮熊陷阱嘛 是不是 那手套的部分呢 鞋子的部分其實都跟上一支影片完全一樣 我這邊就給大家 逆一下 呃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呢 你再自己按暫停就好了 兩顆冥恩 這個也是一樣的 一個安曬手 也沒瓦過 腰帶的話呢 我有換過 那這條呢 單純就只是 有比較多的 藥劑治癒時間而已 鞋子呢 是我 這張鞋子 我全身上最滿意的一件裝備 喔真的很棒 有生命 T1生命 T1秒回 再一個T1生命回復率 喔 你可以看到很少有人 可以按住不放 他的血是可以苟住的 那 因為刀魚的消耗會比抽血大一點 所以 我 因為這張鞋子 我才有辦法這麼漂亮的構築 所以呢 我這個 這張鞋子是我非常喜歡的 當然你要找到 生命回復率的有點難度 但是盡量 秒回要找好不好 這個沒秒回的話 你很容易會 很容易會 你打著打著 你自己人就先把自己打死了 這也是挺尷尬的 那我們這邊來講一下 那寶石連線的部分 抽血的話呢 就是抽血再加 呃 虛空操縱 加致命異常 再加一個連鎖 這個連鎖呢 在打王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刀魚的配置的話 它可以直接跟罪惡毒素做交換 我用TOB跑過之後 罪惡毒素比四等賦予 約略少 差不多一百點dps而已 所以四等賦予 直接省起來了好不好 直接換成一顆罪惡毒素就OK了 剩下來的兩顆藍色呢 就是一個司法迴響 加一個無邊異能 無邊異能是dps最高的 所以如果你只有五連的話 那無邊異能優先 好不好 那刀魚的配置呢 就是 肯定是要一個虛空刀魚嘛 然後直接紅色的換火栓 直接解決我們魔力的問題 因為我實在是不想要 還要特地弄個士靈之罐 或者是說我們還要放棄鬼武 然後去點什麼 點什麼 去點什麼 點什麼異能魔力什麼 我真的覺得這樣太麻煩了 直接一顆火栓解決問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傷害 還是夠的 所以還是相當的不錯 那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有一個覺醒秘能爆發 沒有覺醒秘能爆發 你是不能轉刀魚的 這個應該是最大的門檻所在 那不過呢 我覺得 與其做兩根武器 買一個覺醒秘能爆發 直接解決你95%的傷害問題 說真的我覺得 以他的價位來看的話 確實是滿便宜的 好不好 我買10滴 直接傷害突破天機 好不好 很推薦大家可以 如果要轉刀魚的話 這是一個必備的條件 一般的異能爆發也不行 一定要取起版本的 因為他實在是差太多了 好不好 那綠色還有一個致命一場 剩下的兩顆就是 無邊異能再加 施法迴響 跟抽血配置還挺像的 那剩下的其實都是我的一些 Utility的串而已啦 就是鋼筋貼骨 然後 烈恩衝刺 然後串骨火酸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我的 呃 詛咒串 這一串我覺得蠻重要的 異常絕望 因為我們的絕望是手動放的 所以我用異常的版本 異常的版本呢 可以增加被詛咒敵人的承受 的持續傷害 真的很厲害喔 這一條呢 直接18%more 那我這邊還有插一顆增幅 幫他加品質 因為我們畢竟是用相義品質的嘛 你可以看到 這一顆增幅呢 就幫我們加了8%more的總傷害 也是很棒 然後呢 呃 這個雕名字簿我連放都沒有在放啦 所以其實打掉也沒有關係 然後 換一顆火酸 就只是單純的 讓我們不要卡魔力了 因為我的魔力其實有點壓得太低了 等一下 我把我的頭打開一點 我們的魔力有點壓得 太低了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的魔力只剩下10點而已 所以呢基本上是 不太夠的 一定要火酸好不好 那鞋子這邊的兩個 其實就只是我的光環而已啊 反抗之騎加苦痛之騎 如果你的魔力保留沒有那麼多的話 你就是把反抗之騎拔掉 也沒關係 沒有差很多 這個減少暴擊率 我們是吃不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專機這邊已經有點 敵人不會造成暴擊了 所以這一個棋子其實他已經 被砍掉了一半效果啦 我覺得沒開也沒關係了 就只是單純拿來加一點點閃幅值而已 真的沒有差很多 真的沒有差很多 好沒關係他不見了 但不重要 如果你覺得凋零機率不夠的話呢 你就買 異常的苦痛之騎 就是毒株會增加 凋零機率的 毒株的攻擊有機率凋零的 那如果你覺得你的中毒機率不夠的話 你就蠻相異的 來彌補你 剩下還不夠的 中毒機率 那這邊呢 是我的另外一個位移穿 就是迴旋之刃 快速之刃加 快速攻擊加 活酸 這個只是很單純的 就是在 一般考圖的時候呢 有個東西可以按 就 還挺舒服的 對不對 那連線的帽子呢 是我的光環穿 因為我的帽子呢 有加二範圍保持等級 所以你要穿在其他位置也是OK的 一個活力 一個啟蒙 我這個啟蒙四等的 那再加惡意 再加優雅 如果你的啟蒙變三等的話呢 你的活力可以降等 我的啟蒙必須要用到四等的原因 是因為我的帽子的範圍保持等級加熱 所以這個活力的 扣摩扣的非常的大 我覺得正常的情況 你活力應該用到十九等左右 就已經差不多了 因為後面之後他其實 生命回復的提升比例 我覺得不是很高 所以呢 啟蒙你用三等了 就可以開完全木的光環了 但缺點就是活力會少一點點 基本上是這樣 那如果你的啟蒙不想買的話 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 魔力保留的刺青 我只刺了一顆而已 是因為我的能力值不夠 那如果你的鞋子或帽子 有骰到能力值的話呢 或是你的珠寶有很多能力值的話呢 你也可以用刺青的方式 來解決你的魔力保留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就是POE有魅力的地方 就是他很多東西都有 第二個解法 那就像 湊毒機率也好 然後魔力保留也好 有很多東西真的可以從 其他地方來湊 所以你也不需要說一定 完完全全的配置要跟我一樣 這樣的話反而會弄得非常非常的累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我們下一隻就是我們的這個 魔刃捕熊陷阱 好不好 那如果你喜歡POE的影片 POE的內容呢 你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了 大家掰掰